恭喜發財 出入平安 身臟力健 百毒不侵 最重要的是 入戲院 真的要小心一點 現在入戲院 最重要是戴口罩 不用怕 我們支持 港產片 支持入戲院 最重要是戴口罩 現在戲院好像有派出口罩給你 是不是真的 真的 很多戲院鼓勵你入場 最重要是戴口罩 過年看了什麼 過年我和你一起看了一套賀歲片 是嗎 這套賀歲片都開 叫什麼 麥代宗師 麥代宗師 王子華 子華三 子華神 只是神 只管了什麼 真的 還沒開話 也有一點風波 曾經有些人說 他為什麼要回深圳拍 搞到他立刻要做一條影片出來 之前做一條影片出來 解釋那一條影片也很流行 他親自想解釋 省錢 還說買樓拍戲 其實是花邊新聞 對我來說 除非你很介意這件事 對我們看電影的人 有時他有說了一件事 他不想拍核拍片 就要拍自己喜歡拍的題材 還要說是拍給香港人看的電影 黃色經濟圈 他那首歌 還有一首主題曲 叫上善若水 這套電影本身是 還有過年拍戲 賀碎片 如果你想要當期很多 都是拍喜劇多 黃子華 我們都不會想他有悲劇吧 喜悲劇都可以 有時真的一樣 這套電影是以拳擊 即是說裡面有個劉心游 你好像一直都讚劉心游 看完電影 沒錯 讚過不停 劉心游真的有點耳目一身 練到周辛 整個女權師陳真 他在電影中的名字叫陳真 跟以前的功夫片 都是女次的陳真 記得嗎 當時那套什麼戲 那套 精武門 對 精武門 陳真 真的 他用了我的名字 你有沒有看李小龍 李小龍陳真 大俠霍元甲 沒錯 徒弟就是陳真 當然這個借來搞笑 他找劉心游 這個女生很好打 對吧 還有什麼 怎樣令你興奮 為什麼你覺得這麼興奮 見到林心游這麼興奮 我是覺得她真人很興奮 我看到她真人 你只是看電影 也看到她真人 那天是優先場 也未必是首映場 因為首映場也很長 是首映的了 有明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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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你近距離 還可以近距離 看到她 還拍了少許 沒有戴口罩 那時還未要戴口罩 大家沒有醒覺要戴口罩 近距離 還未那麼嚴重 還未散播得那麼嚴重 當天的酒會 找明星訪問 或是說話 或是宣傳 大家都應該不見人戴口罩 那時應該是二十多號 還差不多是兩個星期前的事 你這麼早看 是兩個星期前的事 所以他們做完之後 尤其是那首主彈曲出現之後 那首相當熱烈 它熱烈的事 反而主彈曲在電影裡 是在最後出現的 最後是用wrap的形式出現的 農夫他們和黃子華 搞了一條影片 說回上善弱水這件事 上善弱水這件事 上善弱水這件事 在故事中也有提及 說如何be water 他好像被自己身為掌門人 原來原來功夫是不行的 才開竅 之餘之類的事 反而如果說一套戲 大家會有疑問 王子華自己這樣說 我拍了一套專給香港人看的戲 哪一部份是給香港人看的呢 或者這套什麼大宗師 是不是真的 焦點是給香港人看的呢 看到它是有一個 到最後看到它有一個 有一個導向 反而大家可能會覺得 故事本身也不是這樣說 有時候可以這樣說 明白嗎 只是那個故事 學功夫打拳的故事 到最後看到王子華的用心在哪裡 看到它的用心想說上善弱水 有一個歌詞就會出來了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不會看的 這麼深 我只是覺得它 就是一個故事 很用心拍一個故事 因為現在 今時今日 立場先行 各人喜歡 沒有說看這部戲 最重要是新精頭 你現在都說新年 新年看電影自在開心 他比較認真 喜不喜歡就各有人 有些人見到偶像 王子華做什麼都喜歡 都不理會他的故事 粉絲 看看你是否他的大客粉絲 因為我知道他的票房很成功 因為今次他剛巧 真是時勢 時勢幫到他 時勢幫到他 因為 這麼巧 肺炎疫症影響之下 國內有些戲 今年的賀歲片 有些合拍的片 因為國內蕩期的問題 是 就抽起了 這個大件事 這個就可以 總共有七部片 七部片 全部抽起了 抽起了 這裡厲害了 那他臨時才 年二十多時候決定 這個 因為最重要 想說 就是影響了什麼 他影響了香港 他變成有些戲 他原本也想在香港會放 例如奪冠 奪冠 緊急救援 奪冠只是中國女排 他改了名字 又是有些風波 有些改病風波 另外一部也是香港導演 緊急救援 就是我們熟悉的 林昭妍導演拍的 還有個香港 還有一部 香港的大明星 成龍 急先鋒 急先鋒 不知道是不是何歲 因為見過宣傳 奪冠 緊急救援 好像都排在香港 但是現在國內抽起了 我想香港就不上去 香港不上去 我說 這個紫華臣 就 撿到很醜 沒有什麼對手 是呀 初一開話 只是還沒說開話 好像是預售 預售就行了 預售都爆了 預售的時候還沒說抽起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23號優先 25號正式上話 記得大概的時間是這樣的 在市場出現的氣少了 可以這樣說 但問題是 有時看港產片何歲 以前很流行 今年還有家務起事 說一下今年的戲給你聽 你雖然不接受西片 但我作為資料也說一下 今年何歲 你知道香港人 不是純粹說香港片 也有八套 有西片 這套 《怪依迪魯督》 《怪依迪魯督》是西片 《羅拔堂尼》 大家可能都知道 《鐵甲奇俠》 也是男神 他也是 然後《乜代宗斯》 就不用多說了 《我的筍盤男友》 是 《葉念心》導演 陳家樂 做男主角 陳家樂 什麼都是賀歲片 厲害 然後《卡通片》 新精頭 《合虎統整》 《變雀特攻》 《變雀特攻》 這套原裝配音是韋史物夫配的 還有這套《卡通片》 《加油起事》 《加油起事》 《2020》 《黃百明》 《導演》、《監製》 《主演》 厲害 這部影片 我們可以慢慢說 還有《肥龍歌綱》 《殷子丹》 《男主角》 《殷子丹》 這套打到日本 《殷子丹》 《殷子丹》變成肥人 說回這件事 黃柏銘的公司 《加油起事》已經拍了很多年 很多年開始 十年了 應該有 你現在說《加油起事》 真是開正我攏 今天就 好 你想不想我現在打亂你 還是不要 時間關係讓你說 《加油起事》 而那類電影很流行為了檔期 專門拍攝這些電影 現在發覺 賀碎片 反而比較少了 焦點 不是太多電影 專門拍攝 跟過年有關 到最後 扯回過年 恭喜 加上片段 比較少了 去年也有 林敏聰那部《如珠如寶》 反而在電視上看到一部電影 經常重播 是新年財 如果《何歲片》來說 這部電影真是經典 好像百汗不厭 而且經常在電視上 經常重播很多次 很多次 但經常不覺得悶 又覺得好看 你看到杜其鋒 韋家暉 這部電影 導演兩位 這樣寫 劇本是韋家暉和游奶海 看回那個劇情 說回打麻將 因為那時候很流行 以前開始講賭神 這部片應該是2002年 所以到現在 十多年前 你看回這部片 你不要說 有些《何歲片》 可能有時候覺得急就張 拍得很一般 但這部片 到現在看回 劇本 其他東西 雖然是十多年後再看 重看又重看 都覺得這部片 真是難怪 可以電視台重播 重播都有觀眾 不知道你的看法是怎樣 我啊 《溺孤溺孤新年財》 我就不知不覺 都看了很多次 因為它不知為什麼 不停重播 可能現在裝了現在 我經常看到港產片 是挺吸引的 挺好看的 不過如果只說 《溺孤溺孤新年財》 我今天講的《何歲片》 我就會講很多 看來下一個環節 就肯定讓我講一下 好啊 因為現在時間關係 你好像準備了 準備了一首歌 你說很喜歡上善約水的歌 要播一下 這首歌值得大家聽嗎